小朋友现在老师来示范怎么样用手机来上传你的纸本作业 还有小口试的录音档 首先呢 你先把你的纸本作业准备好 好 假设这个是老师的纸本作业 好 那我呢 希望小朋友你是两页 假如说纸本作业是这样子左右两页 请你两页这样子一起拍照 好 两页这样子一起拍照 好 那老师就来拍照了 好 这个是我的席座 好 我拿出手机 然后呢 打开这个拍照的功能 好 好 就是像这样子 好 纸本作业左右两页一起拍一个照片档案 那如果刚好那个纸本作业只有一页 那当然就拍一页就好 好 那拍完之后你要检查清不清楚 很清楚 好 那这个就是假设这是我的作业 纸本作业拍好照了 嗯 那 假设我都全部拍好照 我开始要上传了 那首先来到老师的这个三坦国小英语的学习网站 那我现在先示范这个 好 假设我是四年级 好 你是三年级就到三年级的天地 五年级就到就到五年级天地 那我现在是用四年级这个来示范 好 这是四年级的英语学习的网站 那我进去了 好 那我就 嗯 点一个 好 我点一个 点进去这一个好了 好 好 那这是 5月31号那天上课的内容 我先跳过去啊 我们已经上完课了 好 最后有没有 老师都会有 好 都有那个跟你讲今天的家庭作业 好 今天家庭作业是什么 然后我这边还有说到作业上传 怎么上传的一个教学影片 但是因为这个是用电脑 好 所以我怕呢 小朋友如果用手机又不会了 所以我现在又拍了一个 用手机上传作业的教学影片 好 那注意事项这边 请你自己看 三到六年级都一样的 好 规定哦 好 那这边最后这里有没有 请点选下面连结完成线上签到与作业上传 好 好 那就点进去 好 那你就看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表单 好 那也是一样啊 填座号啊 姓名 轻一点 好 座号姓名 然后开始上传 有没有看到新增档案 好 就把它点进去 嗯 那你看这边有一个 有看到吗 有个按钮 选取装置中的档案 我给它按下去 好 那我刚刚 哎 这个老师的照片呢 都被你们看光光了 好来 那呢 刚刚我拍的是这个对不对 好 点进去 好 然后再按完成 那小朋友如果你觉得说我不要啊 我要重拍 那这边也可以再重拍 你点这个 好 这个相机也可以重拍 好 你看 有没有 看到吗 也可以重拍 好 你看 这样子又可以重拍 假如说 你要直接拍也可以 好 好 再回去哦 那我刚已经拍好了 所以我只要选照片 就好 所以其实老师会建议你们 就是先拍好 好 先拍好 然后呢 再来点 好 而且我都已经规定好 第几页 第几页 好 习座第几页 好 然后选下去 好完成 好 你看 我刚刚点的这个作业 已经在这里了 有没有看到一个JPG档 然后呢 你就按上传 好 这个是蓝色这个上传 然后你看哦 其实传的还蛮快的 好 那上传完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好 你看照片的一个小图示 然后呢 每一个 每一个都是这样子的动作 好吗 好 那小跑步也是啊 那全队的小朋友呢 你也是要上传 你就上传一个 你的 站 的拇指 来我示范一次给你看哦 好 新增 档案 对 选取 装置中的档案 好啊 我就拍个赞啊 拍个赞啊 好 老师的手指头 拍个赞 好 好 好 确定 好 然后按上传 好 然后你再看哦 那这边就是还是一样哦 老师再问一下你这堂课呢 有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话啊 有没有什么意见啊 那你觉得怎么样呢 给老师一点回馈 好 那 如果那一天要上传小口试也是一样 他就是录音档 好 那他也是一样像这样子的方式 他就是会上面这边就会写上传小口试 然后新增档案 按下去 你就选择你的那个 那个音档 好 音档 这样子 那用手机是蛮方便的 好 录音也是用手机都会很方便 好 那最后呢 记得按提交 好 你按了提交之后 他就会说 哎 你已经提 你已经提交完成 然后要不要再提交另外一个啊 好 反正就是会有这样的讯息出现 就这样子 其实不难好不好 好 那因为我们之前呢 好 并不知道这个我们的停课会延后吗 所以老师就想说我们等到回学校再来一起改 可是看这个疫情呢好 好 就是停课延后 所以我们呢 要麻烦你把之前好 就是停课 5月19号 停课之后的 做一 基本作业都要上传给老师批改 好不然你们写错了我都不知道 好 没办法给你们指导 好 那就是小朋友请你慢慢 好 慢慢学试试看 嗯 老师这样子哦 教你们好像也增进你们的电脑能力呢 好 了解吗 好 现在呢 赶快去准备你的作业上传 等会些提愿 聊点 好 OK aka 等会 等会 让我们先准备 来 我们先好 来 我的 我的 感谢观看